主席 叶次长 李局长 各位首长 各位委员同仁 大家好 主席 我请叶次长跟李局长 李泰民局长 叶次长跟局长 曹委员早 市长早 局长早 我先问一个题外的 但是跟我们交通部有关的 我们在财政委员会上个礼拜在审查 就是那个户税条例的时候 特别提到说 有关奖助汽车 购买汽车或者机车 这个部分 希望能够延长一年 我不晓得交通部的立场是什么 因为汽车跟机车都跟交通部有关 但是 后来财委会 我也去发言了 我个人的基本方向是说 我们国家的政策 应该是朝着大众运输的这个系统 去努力 另外就是 我们对于节能减碳 环保这个理念 我们是应该要坚持 所以我对于汽车这个部分 要延长一年 我个人是坚决反对 但是对机车这部分 如果是电动机车 就是朝着节能减碳的这个方向 那我们是可以有条件的这个支持 甚至于就是说 旧车换新车 那也是符合节能减碳的这个方向 我也可以有条件的支持 但是我一直到现在为止 没有听到交通部的立场 那不晓得次长 你能不能做个说明 谢谢委员 我们非常赞成委员的那个立场 就是第一个我觉得交通部 应该要鼓励发展大众运输 所以并不鼓励那个小汽车的这个成长 那第二个呢 我们也鼓励节能减碳的方向 所以如果是在这个换车的这个过程中 据说摩托车换成电动的机车的话 那么我们希望有一些配套的方法 在换的过程中 那电动机车是可以取代旧的这个机车 而不是增加了额外的机车 那小汽车也是这样 在这个换的过程中 是有节能减碳的效应 一辆换一辆的方向 我觉得这是可以可以支持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并不鼓励 那这个是非常明确的这个政策了 因为我们现在在汽车的量 在96年我们是676辆 676万辆 其实97年的时候 我们是有减少 97年只有672万辆 大概减少了4万辆 约减少0.6% 那今年到98年 一到八月份 我们差不多还维持着672万辆的 这个数字了 大概跟去年同期八月份 这个增长来比较的话 也只有减少 那个百分之0.1% 所以去年车 那个车辆的销售状况 虽然不好 但是整体上今年的 这个六七月份 车子这个就已经回温了 所以我认为说 一年的这个奖助措施啊 是临时救急的这个方式 继续再延长 我个人是反对的 另外机车我们96年是有 1394万辆 97年是1437万辆 大概 97年比96年增加了43万辆 大概增加3% 98年我们现在是有 到8月份 到8月份是有1440万辆 大概跟去年的同期 那成长了差不多1.4% 就去年8月份的那个成长了1.4% 所以我是个人是认为 就是说如果现有的车子来 那些太矿 比如说8年10年 甚至于12年 这些我个人上 就是说他朝着减碳的这个方向 我个人是可以支持的 但是说你要新增加这个车辆 特别在台湾的道路 这个使愿的密集度啊 大概都全世界排名前几名 我是并不主张 那个就是说奖励 当然大家也想说 这个是促进经济的发展 我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式很多 用全民的钱来补助这个汽车厂 那个让他生意兴隆 造成我们道路的拥塞 甚至车辆急剧的增加 影响我们环境品质 我认为大可不必 所以说这一点啊 我希望说交通部 能够明确的表示态度 那当然也很好 我个人在那边发言以后 那财政部也坚定的认为是税收的问题 说税收减少会冲击国家财政 我个人反而不认为是单纯的税收减少而已 而是要为国家的整体方向去做规划 所以在财委会最后的决论 就是说车子这个大概不会延长 那汽机车或者电动车 或者泰换车子的这个方向 是不是能继续 我们可能还要留到运会来做处理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一个基本的看法 提供给市长做参考 是 谢谢委员 另外就是有关高速公路 这个交通量的这个 实际上从94年后应该算是急剧的减少 那我们最高最高的时候应该是在95年 我们是有五亿七千五百多万量 现在我们在去年编列的预算 我们在跟97年编列预算 就比96年减少了25亿 但是实质上收入没有减少25亿 大概也只减少了差不多15亿的金费 因为我们去统计啊 96年我们是有五亿六千九百六十四万辆 车子的通行 收入是两百一十九亿 那97年我们是五亿四千三百五十五万辆 大概减少了两千六百零九万辆的这个车次 那减少大概百分之四点六 那收入呢只有两百零四亿 所以我们大概减少了四五亿 减少了百分之六点六 但是我们看一下我们九十八年 这个数字那仍然是持续的这个减少啊 持续减少 现在我们边九十九年的这预估数 也是不断的这样减少 刚才我们的数字譬如说九十九十五年 我们达到最高五亿七千五百多万辆 九十六年到五亿 就只到五亿七千万辆 九十七年五亿四千多万辆 那九十八年 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们也是乘着递减的这样子那个方向 虽然九十八年这个递减的数字还比较小 大概一到八月我们也只过递减了 车辆数我们减了百分之一点五而已 收入也只有减了百分之三点一 但是我看未来呀 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高速公路的这个收费 受高铁的冲击 受民间这个客运的这样子竞争 我认为会逐渐的减少 你的预估值 特别是预算的编列数 跟预估值 有没有出入 有没有差距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子警惕 请局长说 报文 这个在车辆通过收费站的这个预估数 我们是有预估稍微递减的这种趋势 是有考量在内 但是实际上因为还有譬如说假日或者是 这个天然灾害来临的时候暂停收费 这一部分就在估计上就比较保守一点 因为这个每年也都有啊 你假日或者天然灾害 你今年有有这样子现象 去年也会有啊 前年也会有啊每年都有啊 所以说这个数字是自然很定的那个 忠实有一点差差距 那也应该 以五亿多万量次的这个比率来看 也不应该会有太大的出入啊 所以我是认为 我们现在包括自残率 百分之七十八 非自残率百分之二十二这个部分 如果继续这样子下去 可能比我们现在车辆的数字逐渐减少 通行的那个会员 甚至于支出的这个会员 包含月ETC以后相对的这个增加 那我是认为 那我是认为 未来这个要想达到说 完全的那个米平这个财政 我是认为有相当的困难 所以说这一点啊我要 要预为提出 那市长那个局长刚才所讲的这个部分啊 我是认为你没有答到我 没有没有 那个回答到我的问题的核心 我是说你现在按照这样子状况下去 你今年的预估数 可能就比去年更严重 是但是我刚才跟委员报告就是说 像台风啊等等这些我们 今年特别多吗 去年跟今年都比较多 所以这个我们在估计的时候 当时是偏于保守了一点 你以去年的估计 当然你是去本来是97年的预算 估计今年 那应该会少 那个会少25亿的这样经费 但实际上现在并没有 这一点我是可以表示肯定的 那另外就是有关ETC跟 说运量不足 要求求厂7400瓦 那部长在这里明确表示了 说实际后 换算后你们认为 只达到3000多瓦 现在最后的决定是什么 这个有关 ETC收费服务会的一个调整 其中有两项 一项是跟交通量有关的 一项是跟168小暂停收费有关的 那这两项在合约里面都有相关的规定 那我们会按照这个合约里面的规定来计算 只要远通公司 他提出相关的这些佐证资料以后 我们就会尽数来核算 我们说高铁当时也有运量的估计啊 但是高铁我们也没有说 你高铁不会达到运量 那我们政府补贴啊 那同样的 ETC这个部分有什么理由说 我们要保驾收购 保驾支出啊 这个就是不平等条约吧 让全民受害啊 他如果能鼓励多数的车子通货 我认为说他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啊 所以实际上我认为ETC这个部分 我们要谨守住公平正义 不然的话让财团予取予求 我们是非常应勿的 所以我希望政府要有担当 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实施了这么多年后 对人事的这个精简会员有达到效果吗 现在收贵员的精简到现在已经少了213个 那这个是随着他ETC车道增加 我们相对的人工收贵员的这些就会精简 我也同样认为说 像我们对高铁这个部分啊 有很多譬如是招标的时候 高铁要拿要是要那个欧规图标 结果改成日规或者那个是 应征那个得征收改成应征收 同样的我们在这个部分也是一样 当时远通是说我要可以这1000多位这些员工 可以百分之百的安置 但是现在我们认为 跟我们当初签约的时候有极大的落差 未来还希望说我们应该是要全力的 全力的来检讨这个ETC的整个这个合约的那个执行情形 所以要说说一套做一套最后受害的是员工 受害的是全民 是吧委员这一点我们会照合约的规定来严格执行 好谢谢 好谢谢 谢谢超尔中委员 接着我们请